同样也是新春前夕帮助弱势的活动 卫福部桃园医院特别举办了除旧唤新义麦州 以及迎新春联乐捐的活动 而活动的所得将用来帮助医院内的弱势族群 桃园医院社公室每年在农历新年前后都会举办爱新义麦活动 为医院弱势族群募得款项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而今年也不例外 除了全院从上到下都踊跃捐出物品来支持义麦活动之外 岳方也邀请国华老师许瑞岳以及其团队到院内一楼中庭 书画春联供民众认捐 为活动增添了许多年位 我们桃园医院每年在岁末年初的时候都会办这个义麦的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环保让家里面还可以用 但是不常在用的东西可以捐出来义麦给有需要的人 那也可以让有需要的人以不太贵的价钱买到了需要用的东西 那这些所得呢我们都会捐入医院的这个社福基金来帮助一些比较平病 或者是在医疗费用上面是有困难的民众 那也配合年期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书画家的老师来写春联 然后陪民众们一起过个好年 为了让春联更讨喜许瑞月老师是特别将他擅长的国画和春联做结合 保留传统的春联样式再搭配上喜气应景的国画 而今年是今年当然就有经济栩栩如生的出现在春联上 心许多民众的喜爱 今年已经迈入第九年了 那我们把所有的三款收入呢都捐出去 给这个我们这个福利部呢帮助这个没钱看病的人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就是带着一群老师呢来这边就是辉豪三天 那每一年都是我配合这个义卖呢 我在二楼的时候就有做了一个展览 如果二楼的作品有人要买的话我也愿意捐出去 把所有所得都捐给这个我们的福利部 桃圆医院今年的义卖活动获得不错的回响 许瑞月老师也表示 这次的春联任捐金额突破十万元 他们将会全数捐出 为布立桃圆医院的弱势族群尽一份心力 唐兄东宇飞桃圆采访报道